马大新青年前主席黄燕各上个周末在妨碍公务员执法罪名下被捕 那今天则是在违抗公务员命令 抵触了刑事法典第188条文上庭面控 黄燕各否认有罪并获准以1000令吉保外候审 他捍卫自身权利透过录影监督警方的执法过程 并表明考虑报警或者入民法庭保留民事诉讼权利抗争到底 马大新青年前主席黄燕各今早抵达巴打林在野推示停 面对违抗公务员命令罪名面控 他涉嫌上星期六在警方突击雪兰而巴打林在野一家住处时 录影拍下执法过程 结果遭警方当场逮捕 并援引刑事法典第188条文 也就是违抗公务员在法律授权下所颁布的指令 提控黄燕各 一旦罪成他可被判监禁不超过一个月 或最高罚款400令吉或两者兼施 黄燕各否认有罪 控方基于案件涉及公共利益为由 要求被告以7000令吉保外 但辩方则是认为条例刑罚轻微 而且被告一直相当配合调查 没必要设下高额保释金 推示最终同意保释金下调到1000令吉 则定明年2月4号过堂 黄燕各事后捍卫立场 认为警方不应该限制人民监督执法 我会在讨论与警方不应该 我会在讨论我 我会在讨论的 黄晏各事后指责网军试图打压大学生 他列举三大诉求 希望公众关注此事 要求有关当局停止纪律调查 刑事调查所有学生 并且不提告任何新青年成员 我们可以发现到就是网军啊警方啊 甚至是整个国家机器都展开 全所未有的发动了一起猎物的行动 他们立志要毁掉这群年轻人 这群学生的未来 而学生做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理性 很理性的做了一个学术的讨论而已 所以我继续各界继续去申援马大新青年 然后继续去施压大学 施压警方施压总检察署 人民之声也向公共服务局喊话 必须维护学术自由 即刻撤回书面解释的要求 能够 能够 suppl解释的要求